我现在把我Terra Station里面获得的16个LUNA当中有5个是解锁的 我看看能不能把它转出 因为我现在我连上了钱包可以点send也可以点这转出 我们点击一下转出 好我要转的是币安的钱包 好我来到我的币安的现货钱包 我们搜索LUNA LUNA 那这个呢是新的LUNA 我现在里面有1.40个价值12美元 那我现在需要充币的动作 现在它只支持LUNA Terra的这个链啊 那我们确证一下 它这边提醒我必须要填memory 那我点击确定 好转到币安的LUNA钱包里面的地址和memory 必须得同时有的 否则会丢失我们的币 好我们先复制这个地址 我们打开stationLUNA网站接收者 我们粘贴一下就这个好 那我们将5.03个就所有的都提出去吧 那就5.03 0781 所有的都提出去了 这里就是要填这个memory啊 转到中心化交易所里面是必须要填memory的 如果你是转到其他的钱包 它没有要求你填memory 你可以不填 但是币安交易所必须要填这个memory 我们复制一下 粘贴进来 这手续费也不高的 是0.021个 这是我当前的余额 那这个是我转好之后的余额是0 好我们点击submit 好它弹出了我现在这个插件的窗口 要我填当前连接的谷歌浏览器 Terra Station插件钱包的登录密码 点击post 这样的话就成功的转入到了我的币安钱包里面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到账啊 我们搜索一下Luna 现在看上去呢还没有到 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好很快 现在已经到了 我现在是6.43个 我们再搜索一下LUNC 我们切换网络到Terra经典 那里面有110万个LUNC 那这个呢是指原来的LUNA 那现在叫LUNC 那我们刚才转的LUNA呢是新的LUNA 并不是原先我一百多万的那个LUNA 是新的LUNA 是免费空投给我的 好我们现在我要把这个原先 我转过来的LUNC再转回去 那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切到了这个经典了 那我再刷新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再打开币安 搜索LUNC 我们看到这个是Terra经典 在币安里面有14000多个 那我们也点这个充币的动作 也选择网络 那它这边有两条 一条是ETH和Terra经典的 我们选择Terra经典 好这边也提醒我 必须要有memory对应起来 缺一不可 有没有发现LUNC的地址 和LUNA的地址其实是一样的 那其实它就是同一个钱包地址 但所属的网络不同而已 这个是在加密货币市场里面 是经常会碰到的 我们所有我们的ETH下面的 以太坊的链如果你是同一个钱包 或者同一个交易所 那你所有的以太坊链路下面的这些币 他们的地址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是很多小伙伴一开始不明白的地方 好我们先复制Terra经典的钱包地址 我们再打开Terra经典的Station的网站 我用的是谷歌浏览器的TerraStation的插件钱包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方式 然后连接到Station的Terra网站上面 那我之前有一期影片讲到是怎么样 从零开始安装一个TerraStation的 谷歌浏览器插件钱包 有兴趣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这期影片 好我们将我们刚才复制的 币安的Terra经典的钱包地址 粘贴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边填上数量 100万个吧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100万个Luna 这边memory我们必须得填的 我们再把币安的memo复制过来 粘贴在这里 好手续费也非常低是0.6个LUNC 转之前余额是110万个 那转之后剩1081个 我们来提交 好这里还是需要我输入我的谷歌浏览器的 TerraStation钱包的密码 poster 好成功了 好我现在有14000个 好我们刷新了一下之后 现在我有一百万零一万四千 那明显我们的LUNC已经到账了 很快 好我们刚才分别带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将我们TerraStation钱包里面的 Terra经典和Terra2.0的新Luna 转到币安交易所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法币的兑现 好我来演示一下 我们刚才出错的一种情况 比如我现在有 这钱包地址里面 我还剩余了一万多个Luna经典 那我们点击这个send 我们输入钱包地址 金额5000枚 memo我们复制进来 这memo必须得有 它这边的费是0.0015 这明显比刚才的这个gas fee要少很多 我们这边输入password submit 它就出现这个错误了 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bug的错误还是什么 我们在插件钱包里面提交的时候 会有这样一个错误 但是我们直接通过网页来提交就能成功了 但是这边它的手续费会明显会高一点是0.5 但这边之前显示是0.05的这样一个级别 第一句提示是我的这个资金费不够 gas fee不够 但是它也没有让我调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就在这边无法来通过这个直接send来转移的 那如果刚才出现这个错误呢 就大家要知道可以通过网页 stationtera.money这个网页就可以直接转移了 那还有很多人问我有哪些交易所比较好 那如果你是做合约的话呢 首先呢就是这个bybit的交易所 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插针嘛 而且经常呢会有一些充值返利的活动 那对于新手来说呢 正好可以用这个免费送的体验金来充当一下学费 体验一下整个的一个交易过程 注册的时候呢可以填写这个邀请码 那你在影片的下方呢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链接来注册 那你通过这个链接注册 填写邀请码之后呢 通常会比直接去注册会有额外的福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大方我们下期再见吧